历史上的多个朝代的公主 其实都是非常仇价的 尤其是唐朝的公主 驸马爷更是避之不及 只因为众多公主都有一个缺点 可能换作是你的话 你也不愿意娶 古代的男人是可以三妻自窃的 尤其是能够成为驸马爷 家中势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 但是娶了公主之后 就只能够有一个妻子 因为公主是当然不会和其他多位女子 分享一位丈夫的 哪怕是偷心也不行 若是不小心被公主抓到了把柄 可能整个家族都要遭殃 由此可见 驱公主是高危行业 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公主是不可能伺候公婆的 同样也不可能烧火做饭 可见驱公主是非常憋屈的 又或者是公主身体比较差 最后不小心死去了 对于驸马爷家中来说 绝对都是驸马爷的过错 驸马需要为公主守孝三年以上的时间 之后还要看皇帝是否开恩 才允许继续娶新人过门 而唐朝的公主更加的彪悍 因为唐朝的女性 也比其他朝代的女性开放 就如同母老虎一样 所以如果是你们不小心穿越到了古代 你们愿意做公主的驸马吗 好了 本期就到这儿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了